HELLO 大家好,我是來中華燕 然後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走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它路邊有很漂亮的這個繡球花 它在日本的一般可以看到旁邊就是民居的地方 很可愛,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裡超多繡球花的 好,我們首先看到這一棵叫做布魯梅斯 這個台灣有很多 那它的顏色是會跟著酸鹼度而改的 你看它同一顆裡面有紅色也有藍色 它中間的真花都可以開 很可愛,這顆叫布魯梅斯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長得很好 這就是一般的羊繡球而已 但我覺得它這個羊繡球應該是有參雜一點點 日本的山繡球的品種 因為它的葉子不像是一般的羊繡球的那麼的黃 它是有點像山繡球的葉子 比較遮尖,顏色比較淡一點 這個也很可愛,很漂亮 但是這個品種我不知道 很多羞球花品種是不可考的 你看這顆布魯梅斯 這顆應該是布魯梅斯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很多都長很像 看一下這樣子 很漂亮 你看 好,這裡有一顆舞會 它這舞會超大的 你看,我的手長幅是22公分 它超大於22公分 這顆是舞會 台灣有很多人種 而且是很好的品種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其實就是葛市區 那就是烏龍牌書所所在的那個地方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顆就是 魚田花火 這顆是魚田花火 台灣也有很多人種 但是我真的覺得 日本還可以看它的完成體 它的完成體大概可以長到2公尺左右 非常強健的一個品種 很多品種都是由這個品種改藍而來的 好,近一點看 你可以看到一下 它的裝飾花是這種新型的 你現在可以看到 絕大部分的新型的花 都是由這些 魚田花火改藍而來的 它的花瓣非常非常的尖 然後很可愛 然後中間的真花是這樣 然後真鐵石柱是非常強健 非常適合日本這邊生長的一個品種 這個但是這個也是改藍品種 它不是明樹原生種 很大的一顆花 那葛市區呢 它其實是在東京都裡面 邊邊的一個小區而已 我們現在看到前面這一戶 他們家前面種的都是 無鏡夏 那日本叫做霧島之會 可以看一下它這個花 這一顆就是無鏡夏 但是他們日本叫做霧島之會 那因為日本的天氣跟台灣來講 相對來講比較溫和 那現在已經是六月中了 但是他們的繡球花還是在盛開中 那大概在六月底之後這些繡球花就會差不多 就會凋謝了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顆 這一顆大家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這一顆叫大爸爸 這顆叫Big Daddy 它的花球非常的大 可以到30公分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花瓣有一點點圓 那絕大部分它可以從紅色到藍色都沒有問題 那展藍色的時候是這種淡藍色 非常漂亮的這個大爸爸 我很喜歡 陽明商絕大部分都是這個品種 大爸爸 然後你看喔 這個搭配這個日本的街景 就覺得很漂亮很舒服 這一塊真的很美 你看這一塊 這後面全部都是繡球花 好 還是要看看這顆榆田的花火 這個榆田的花火真的好漂亮 它在樹下面的感覺 真的好美喔 真的像那個花火一樣 榆田的花火 哇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品種 但是它是屬於鵝開的繡球 那它就是很典型的繡球花 比較原始的樣子 它就是會有八朵裝飾半 它繡球花其實總共有五球 一二三四五 那外面的四球會長出兩朵裝飾半 所以總共會有八朵裝飾半 這個是 比較原生的 比較屬於 比較像原來的繡球花的樣子 這個好大 很美 哇 這一顆 欸 這一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它也沒寫名字 那它的裝飾花是長這個樣子 哇 這裡有這個 看一下這個 它剛開的時候 中間還有一點點深深的紫色 那個麥紋中間還有一個深深的紫色 很美 這個品種也蠻漂亮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也是屬於蟲半開的 鵝開的繡球 那這裡有一顆 這顆應該是德雷莎 德雷莎修女 但是它怎麼覺得有點藍藍的 不是很確定 德雷莎修女應該是白色 然後後轉藍 但是它一開始開就有點藍藍的 看一下這顆 哇 好美喔 超漂亮的 中間的花心的部分 超美的 好 這裡有一顆這個 這顆也是繡球花 但是它叫做 Augleaf Hydrogenia 就是所謂立業繡球 而且它是重辦的繡球花 這個買很貴 這個一顆大概要兩三千塊日幣 買是蠻貴的一個繡球花 很漂亮 你看我覺得日本他們就是有一些公共地方 它的這個其實維護得非常好 我剛剛看了一下它這個其實是由社區居民自行維護的 真的種得非常好 這個 這個 Ougleaf比較大朵 我看一下 它的花長這樣 那它其實除了花之外 它的葉子也是很漂亮 是這種 紅紅的葉子 也是觀賞性很好 這一顆就是這個 安娜貝爾 不開的時候是有點綠色的 那完全開之後就會完全轉成白色 純白色的 安娜貝爾 好 OK 哇 這裡有一顆這個 哇 可能前幾天雨比較大 被雨衝壞了 這一顆是 你看它的花 這是它的花瓣 是這樣子往內捲的 非常漂亮 那旁邊這一顆呢 就是大爸爸 因為它太重了 它整個頭都垂下來了 非常非常重 好 好啦 那就是以上跟各位分享這個 日本的一個小道裡面的一些羞球花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它每顆都長得好好 主要還是跟日本這邊氣候有關 它長非常適合羞球花的生長 因為本來就是它原產地嘛 好 那我們今天就在後面這顆布魯梅絲 就是跟這個 呃 魚田的花火做一個結束囉 好 我是愛種花艾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你 分享給你所有愛種花的好朋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OK 好 ヽ 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